这个面积的电压是三向380伏的 它的电源进线呢 是三向五线制 带零线和地线的380伏 这是380伏 这个呢是启动按钮 这个是停止按钮 这个是急停开关 这个是电源指示灯 这个启动按钮 这个是停止 上面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断面装置的一个控制 就是说这个面的长度 调节 一个调节开关 还有一个 开关的 还有一个电源开关 一起的 就是说它这个调节 比如说拧得越快 它的面就越短 把它调慢一点 速度调面的 这个面条就长一点 这个面条的长度 就是这 今天准备试机 现在加粉 这次是4公斤 这次是4公斤 4公斤 放水 倒下去了 倒下去就打好 把粉倒下去之后呢 就要倒水 它会有一个小孔 直接漏下去了 就是你要 首先要弄好那个水 就那个比例 水跟粉的比例 是吧 我们现在是0.3 0.3的水 就是1公斤粉 就是0.3公斤的水 比例是这样 1比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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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粉就够了 4公斤的话就很多了 感觉啊 现在差不多 准备压皮了 现在搅拌10分钟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然后就可以倒了 然后把它关了 放之后 这个 有灰火 我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间隙调大一点 要把那个间隙 就是压面的间隙 因为它出来 要先调大一点 先要调一下的 对 然后你这个要把那个像 开车一样 把这个 要摆一下 才把它伸上来 在开之前 要注意一下 因为现在是做面 做皮的时候要把这样打过来 要这样子 切面的时候是这样 切面是这样 注意一下 这个是做皮 所以要注意一下 这个是做皮 然后这样是切面 这个是做皮 面罐 面罐 现在是先压皮 压皮压皮 现在是压皮 先粗压 现在是粗的 先让它循环来压 压水以后再把这个尖锡 逐渐调薄 让它越压越薄 现在是循环来压 压的面就 烤一点 可以收小一点 在两边同时收小 两边同时收小 两边同时收小 没开不开 我说一次 逐渐压薄 现在是逐渐压薄 现在是逐渐压薄 非常富和 如果以后它压起来 比较整齐一点 在这表面光快一点 刚才就往里面调一下 先调到半圈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现在调到 慢慢的往里面调 就逐渐压薄 跟着把这个 再来压 到哪里面调到 这边是 吴风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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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的就是新鲜肉 大八糟啊 没高养啊 因为这个面刀是1.5的面刀 所以你这个皮也最好是1.5 你看现在是1.5了 压到厚度 逐渐压到1.5 OK现在可以断面了 断面呢 先要把这个打到这里 所以这个上面 可以先把这个断面的刀断 就是长短来调这个长短的断面的 先把这个 这个面的长短呢 可以通过这个速度来调节 就是说它快一点呢 它就短一点 慢一点呢它就长一点 那它在 靠着一点 它继续它就短一点 它照着一点 它就要说它把它平成 它还整形成 它是很长久的 它是否长得很长 它要靠地平成 它是靠着一样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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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